哈喽兄弟们好我是飞哥 叔叔爱大家好 啊猴哥小胃王 我们今天在猴哥家 今天过来打水哦 给大家看一下 来了两个大车哦 右边这个高高架起的 就是那个转井机了 左边这辆车是专门 帮他装那个铁管 因为这边可能要打上大几十米啊 甚至地下上百米 他要装很多那个大铁管在下面哦 然后到这边哦 咱们拆地给大家看一下 种的这个小香菜 小青菜 那边还有空心菜什么的 当然还有几根豆角 豆角这个已经到后期了 兄弟们 我回去两月该结的都结完了 刚刚咱们摘了几个都很老了 这边是小青菜 大家看 长得也还行是不是 空心菜为主 这都长成大青菜了 这里头都是空心菜 但是水呢 但是现在不是雨季啊 空心菜长得就比较少了 这边的小菜地还是行的哈 这边小葱你看长得多好 这小葱长得特别棒是不是 当然还有这边啊 我们家小宝贝 小卫王 害怕他在家无聊啊 今天我把他也带过来了 爷爷 叫爷爷 上次五哥给他买的衣服挺好看的 猴哥 猴哥 爷爷 猴哥 虎哥 虎哥 他自己会说话 自己也开心 准备开机 一动起来了兄弟们 这是一个大号空压机应该是哦 然后旁边这个 印度小哥 上面还挺高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 这边已经开始了 停的往上加管子 你看嘛 这机器还是挺厉害的 一旋转他就走进去了 然后呢 印度小哥一拉油门 机器就往下这个转起来 印度人里边说还挺厉害的 在这边都有他们打紧 大家看现在虽然有水哦 但是这个水的质量不好 它是白色的 就是石头缝里面的水 好像差不多了 他再观察一下 我靠这把来了 你看呢 现在印度小哥没怎么加油门啊 那水铺子一下就出来了 证明咱们已经找到那个水的主干道了 大家看上面这个 转机是没有动的 总体来说咱们今天特别顺利 三个多小时 人家都打一两天 直接卸管子 太棒了 用了15根这个管子 一根可能 差不多5米左右 45米长这样吧 用了六七十米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井是深度六七十米 相当的哇塞啊 车走了以后现在开始下馆子兄弟们 下这个系馆 前面还有电工 在那里弄潜水棒 行到这边就这样了兄弟们 线已经接好了 线和管都接好了 这边挖工开始擂这个水塔 擂高以后这个管子上去 下来 这边就跟电线呢就通到这儿 下一步我们还打算在这儿着个洞 把这个线呢塞到里头去 为什么呢这个如果下雨天什么的雨水打过来 可能不是很安全啊 到时候咱们再想一个安全的办法啊 付好钱了 这儿唯一款 20万千山上 20万千山上 OK OK 这个是发票兄弟们 总共2500 OK 老二是喜欢吃这个我觉得 干 哈哈哈 拿出来来 忙差不多了兄弟们 咱们开始吃饭 来我也来一个 哇塞 这个大块的啊 哇塞 带劲啊 嗯好抽 小羊也好抽你看 啊给他也来点 来来 嗯 发生了 嘎在嘞 小鹿 小鹿 嗯再给他一点 这咱邻居啊兄弟们咱家后面呢 每次我过来他都过来玩了 哎呀小鹿真鬼 太棒了 嗯 一点都不小气你看嘛塞给老二吃呢 你吃吧 好吃吗 好吃 把它看好了别掉下去啊老手扶在那儿兄弟们 没事的 然后我们来摘菜 对一会咱们吃完东西来摘菜啊兄弟们 这边小青菜再好点儿 好点儿咱们准备回去啊兄弟们 小卫王在旁边有点急不可耐了 现在老二 给大家看一下 老二在这儿 带着小卫王呢 这小子现在准备回家了 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爬的菜吧 这几颗小青菜还有这个 香菜在这儿啊 够我们吃好几顿的了 把小卫王抱好咱们准备上车回家兄弟们 你看他肚子 过来吃了不少东西啊 吃饱饱 老二帽子掉了 他不喜欢戴帽子 不喜欢戴帽子以后老二打你哦打你屁股 给大家看我们的战利品兄弟们 这么多摘的菜 排到人家这个局座村上摘了几个橙子 上车回家 OK